帮助农民行销推广农特产品 台中邮局跟东市新社一带的国农合作 推出水梨摘片活动 而民众只要向邮局订购 就能在家享受到现实摘片的新鲜水梨 而且购买的同时 还可以顺便捐款给运营券 一举处得 为了协助在地农民推广农特产品 台中邮局和东市新社一带的农民合作 民众只要向邮局订购不用出门 现采的新鲜水梨就会宅配豆腐 挺农作工艺 这天活动还捐出130箱 给台中爱新食物银行 我们希望能够冲破15000箱 我们去年 因为这个水梨每年都一直突破我们的记录 去年比前年多卖了大概2000箱 今年我们希望结合政府的优惠活动 还有大家这个爱新活动 希望能够突破15000箱 那水梨事实上是这个季节 然后又是我们台中在地 新社东市果农所辛苦栽培最甜美的果实 能够把这样子的水梨带到我们海线的 这些我们的爱新食物免养的弱势加户 我想这样子的公益活动 透过邮局的递送 我想可以把我们的爱新 普及到我们的所有的弱势加户 瘦大饱满的水梨看起来十分诱人 农民表示今年水梨口感爽脆 值多味美 甜度高达11度以上 但受到疫情影响销售状况不佳 透过邮局销售平台也帮助农友多一个行销管道 气候前期是太干旱了 所以前期的离子比较小 后面雨水比较调和 颗粒就有转比较大一点 产量是差去年一点点而已 没有差很多 台中育婴院的小朋友卖力表演 感谢各界爱新 民众急于起只要向邮局订购水梨 邮局就会代捐十元给台中育婴院 除了支持在地农特产 也希望能抛砖引玉 鼓励更多民众一起来做公益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